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會share 一個所謂的 link 就在一個網段上面 會有多個叫 multiple access 多個電腦 然後同時要在這個 cable 上面 做這個所謂的風包的傳送 那 carrier sense 就代表是說 我們會去偵測一下 這個 cable 上面到底有沒有訊號 那它的結果就是 可能是剛剛一個是 idle 代表說上面現在是沒有訊號的 另外一個就是所謂的 busy 代表說現在已經有風包正在上面傳送 這是所謂的 carrier sense 那 collegiate detection 就是說 我們會讓這個風包 如果說發現說這個是 idle 我們就把風包丟上去 丟上去的同時我們會繼續聽 因為至少我要 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我們的訊號送到這個 cable 之後 它就會廣播 它就會往兩邊跑 同時我們也會把它收回來 所以我會一邊送 注意到我們會一邊送 一邊聽 因為我要收回來 一邊聽 那聽的時候 如果說我沒有collegiate 我聽到的就是我自己的風包 那是很乾淨的 但如果發生了collegiate 我聽到的這個內容 就變成說它已經是變成雜訊了 因為風包的重疊或者抵消 讓我收到的 聽到的這個內容 已經跟我當時送出去的 是不一樣的 我就說這個風包可能就發生了所謂的collegiate 所以我有一個這個collegiate detection的機制 我可以知道說我送出去的風包 到底有沒有跟別人的風包 撞在一起 好 那我們說 當一個這個網卡發現到說 這個cable本身是所謂的idle 這個line如果是idle的話 我們說我們就立刻把風包丟出去 那如果我發現說 這個cable上面現在是busy的 代表說 現在已經有風包正在上面傳送 那我就不能送 因為你送出去就跟人家撞在一起了 所以我就會等一下 那等到什麼時候呢 等到這個上面的這個風包送完 送完之後我就立刻送出去 這個是它的做法 那我們說這種方法 我們叫做 有一個蠻有名的這個稱呼 叫做one persistent protocol 這個我們叫做one persistent one persistent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們發現這個channel是b級的時候 之後我們剛提到 我們會繼續的監聽它 監聽到它變成idle 就是它把這個風包送完 那變成idle之後 你有多少的機率開始送你的風包 這個叫做p persistent p就是說如果 等於說我們一開始是這樣 就是說我們進sense的時候 我們假設這個是正在傳送的風包 正在傳送的風包 然後我們在這個時間點去想要送 所以我就發現到說 這個channel上面現在是b級 因為有風包正在送 然後我就繼續聽 我就繼續聽 聽到這個時間點 就發現說結束了 就這個前面這個風包已經送完了 那送完之後呢 代表它是idle 那idle你是不是一定要把它送出去呢 那你可以看 如果說我這邊有另外一個人在這邊聽 另外一個人在這邊聽 代表說 在這個前面一個風包在傳送的這個過程當中 有三個網卡 或三個station 他們都想送 他們都來聽 發現通通都是busy 好 那如果按照我們的做法 就是說 這三個都會聽到說這個風包 在這個時間點結束了 那如果這三個通通把它丟出去 它這三個就是collision 就是說 我們聽到一個這個風包送完之後 你有馬上送出去的這個機率 我們叫p 到底有多大 那p等於1 就是所謂的one persistent 如果說p不等於1 我們就叫做p persistent 比如說我可以p 比如說假設 我們假設等於0.2 的意思就是說 當我發現前面一個風包送完之後呢 我可以把風包丟出去的機率是0.2 這個一定要錯開 等於說在一個風包結束之後 可能會有一些工作站在這邊等著要送 那如果我p等於1的話 只要有兩個 或兩個以上的人在這邊等 它就已經一定會collision 因為大家都把它送出去 但是如果你用p的概念的話 就有點像我就把它分散機會了 那有人送出去的這個collision的機會 就會稍微降低一點 所以我們是說 因為在這個CSMACD 或者這個Ethernet的網路架構之下 我們說它是沒有 沒有centralized control 沒有centralized control 就是說大家都是一個獨立的電腦 大家上面有一個晶片 大家都用CSMACD 送之前都是聽聽看 如果是idle你就送 如果是busy你就等 等到它結束就把它送上去 也就是說這是一個分散式的方法 沒有一個集中的master 來告訴我們說 誰或者哪一個網卡 在什麼時候可以送 也就是說如果有兩個 或兩個以上的電腦 他們只要一聽是idle的話 他們就會同時傳送 這個同時傳送 就會造成所謂的collision 就不管是說 這兩個或兩個以上 他發現說 這個線現在是idle的 他們就會同時送 這個會發生collision 或者他們去看 發現說現在cable上面 其實是busy的 可是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它是one persistent 所以如果有兩個以上發現這個線 現在其實很忙碌 兩個都會繼續聽 聽到這兩個上面的訊號 變成idle 它送完了 那兩個都會把它送出來 那兩個都會把它送出來 它一樣 變成說它如果發現說 去監聽等這個線變成idle 那變成idle之後 一樣它就還是會把它送出去 結果還是造成collision 好 那當這個發生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說 這個時候網路出現了 叫做collision的現象 因為有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封包 同時送到這個線路上面來 就是所謂的collision 那因為我們剛剛提到 醫生類本身 就是CSMA CD 它有support collision detection 因為它有支持這樣的功能 也就是說 一個傳送的人 他在傳送的過程當中 那它可以知道說 是不是有發生collision 就是它一邊送 它會一邊聽 那如果有發生collision的話 它是知道的 那接下來就是說 那如果真的發生了collision 那我也知道 因為我有偵測的機制 那我會做什麼 就是說我一邊送 一邊聽 可能這個送了一段時間之後 發現collision了 那我們會做什麼 那我們發生collision之後 我們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說既然發生collision了 那這個封包已經沒有用了 那既然沒有用了 我就要讓所有人知道說 這個封包沒有用了 那做法就是說 我就再送一個 我們叫做32bit的 解密的這個sequence 解密就是一般所謂的果醬 就是說既然這個封包 已經跟別人衝撞了 不管是衝撞 一個bit 兩個bit 這個封包已經沒有用了 可是我要讓所有的網卡 都知道這個封包已經沒有用了 所以我就再送32bit 把它打得更稀巴爛 別人說 你一定真正出來 這個封包一定沒有用 免得說 如果只是衝撞一小部分 別人還誤判 還把它收起來 就既然這個封包已經collision了 就讓它 既然已經衝撞 就讓它撞得更徹底的意思 所以我一旦發現這個封包 是衝撞的 我就再送32bit 我們就叫 解密的sequence 讓它這個衝得更嚴重 保證說 所有的工作站 所有的網卡 都會 爭執到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 我們講 如果發生的collision 它就會做一個 這個所謂的解密的signal 強制把它送上去 把這個封包 就徹底的把它打爛掉 我們就說 一個網卡本身 最少 它會送多少個bit 到這個網路上面去 我們說 因為 一個封包開始送的時候 一定會送一個叫做preamble 我們剛剛有提到 preamble 是64個bit的 101010 這樣子 好 最少最少 我們就是說 它送上去 就是說 有可能就是這兩個station 它們就在隔壁 就兩個工作站 非常非常靠近 兩個幾乎同時 去偵測到說 你這個線路是idle的 然後它就兩個同時送上去 兩個一同時送上去 那就馬上collision 因為它們在非常非常的靠近 所以這兩個station 把這個 所謂的封包 一丟上去 在前面的preamble 就撞在一起了 好 那撞在一起之後 兩邊就全部送這個jaming 因為它知道 這個撞在一起了 所以我們說 一個 一個網卡 它最短最短送上去的 就會到 變成是96個bit 因為它第一個要先送 64bit的preamble 然後發生collision 它立刻送 32bit的解密 就變成說 這個一加起來就96個bit 這是最短最短 E3列上面 會發生最短 那這種frame 我們就一般叫做run frame 就是說它是只有96個bit 那這個case就是說 這兩個工作站 要非常的靠近 要非常非常靠近 才有辦法用這麼短的 因為它只要距離遠一點的話 你就不只送64個bit 因為距離越遠 你要衝撞的話 就要花更長的時間 才會撞在一起 因為那個訊號 在這個cable上面 跑的時候 也要花時間 所以距離越遠的話 訊號上去 就要更久的時間 這個訊號才會撞在一起 我們講訊號要 立刻撞在一起 就是這兩個工作站 非常的靠近 一送上去 馬上就撞在一起 就他們在隔壁 好 那我們說 如果兩個工作站 是比較遠的話 那因為訊號傳輸 要時間 所以就比較不會說 立刻就衝撞在一起 會比較花長一些的時間 才會撞在一起 但是呢 我們還是有辦法判斷 它到底有沒有發生衝撞 好 底下我們來介紹一個 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叫做colleging window 就是說 我們在醫生的裡面 我們會先聽聽看 這個封包 在送的時候 這個cable 是不是 我們講是不是idle 如果是idle 我們就把它送上去 好 那送上去之後 你要繼續聽 有沒有發生collegion 剛剛提到 因為我們有collegion的機制 我們會繼續聽 有沒有發生collegion 好 我們的問題就是說 那你要聽多久 就是我們把封包送上去之後呢 你要繼續聽 有沒有發生collegion 但是我們要聽多久 才能確定 這個封包 有沒有發生collegion 我們到底要聽多久 就可以知道 這個封包不會發生collegion 這是所謂的collegion window 的意思就是說 封包丟上去之後 到底要花多長的時間 我們才能夠確認 這個封包 有沒有發生collegion 那我們說 這個發生collegion 最快的就是 這兩個工作站 就同時送的這兩個 同時送的兩個工作站 他們非常的靠近 所以他們兩個 一送上去 馬上就撞在一起 這是最快偵測 那我們說 最晚偵測 就是你要花最久的時間 才能偵測collegion的狀況 就是說 這兩個工作站 是在網路的最遠的兩端 最遠的兩端 就是說我一邊送上去 然後他就慢慢慢慢慢慢 因為我們訊號要花時間 就跑到對方的門口 到了門口的時候 還沒進門 然後這個station 他就去聽 發現也是idol 他也把它送上去了 然後一送上去 就撞在一起 撞在一起 這個訊號還要花一段時間 慢慢的送回來 到這邊 所以我們說 在wall's case 你把風包丟出去 到你偵測 有沒有發生collegion 你的訊號 可能要從一端 跑到另外一端 然後跟另外最遠的那個 撞在一起 然後再跑回來 你才有辦法偵測到 就是你要偵測的時間 至少要這樣的一個來回 這個來回 我們就叫做round trip time 就是所謂的collegion window 所以collegion window 就是一個網段 最遠的距離 訊號來回的時間 我們後面會再介紹更詳細一點 就是說我們為了保證知道說 我們剛剛送的這個風包 到底有沒有發生collegion 因為我們要繼續聽 也就是說我們一定要聽多久的時間 就是一定要聽這個來回的時間 你才有辦法知道有沒有collegion 因為發生collegion的最慢的狀況就是說 跟你發生collegion的那個對象 它是跟你在最遠的地方 所以你一定要把訊號 跑到最遠的地方 然後再回來 這樣你才有知道 才能知道有沒有發生collegion 也就是說 在這個時間之內 我們的風包不能送完 因為我還不知道有沒有發生collegion 我的風包不能送完 那這個來回的時間 我們講在Ethernet裡面 就是51.2 microsecond 我們剛才有介紹說 我們Ethernet本身 最長是多長 我們說一個網段是500公尺 那我們可以接好幾個網段 那最多最多不管怎麼接 來回最多是2.5公里 就是2500公尺 好 那我們說2500公尺的這個距離 我們的訊號放上去 電子 電子的速度再跑 跑到2500公尺 再回來 這個時間要多久 這個時間就差不多是 我們講是51.2 microsecond 差不多來回51.2 microsecond 好 那如果是51.2 microsecond 我們的網路的速度是10Mbps 10Mbps 就是我送的這個速度是10Mbps 就是一秒鐘送10Mbps 可是我的來回的時間是51.2 microsecond 就時間很短 可是我的速度是10Mbps 所以我用10Mbps乘上51.2 microsecond 也就是說我在這個51.2 microsecond 這個時間我可以送多少量 一個是時間 一個是你的速度 所以一乘就發現這個就是512bit 就是說10Mbps乘上51.2 microsecond 它得到就是512個bit 也就是說我們用10Mbps的速度送 你一邊送一邊要聽 那你至少要送多久 至少要送到說你的訊號 跑到最遠的地方回來 因為這個時間你才能偵測 封包有沒有發生collision 在這個之前 你不能把封包就送完了 因為如果你把封包送完了 等一下跑回來說collision 我們就沒有辦法知道 這個collision是你這個封包發生collision 還是因為你送完了嘛 送完就過去啦 那後面如果發生collision 是別人的封包 跑回來collision 所以你就不知道 你的封包發生的collision 是你這個封包還是別人的封包 也就是說我們封包丟出去 我們要繼續聽 那我們至少要聽51.2 microsecond 那聽51.2 microsecond 你會送多少的量 你會送512個bit 那也就是說它最少512個bit 最少512個bit 就是我們所謂的64個bit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非常非常重要的 這個醫生類裡面的參數 就是說我們剛剛有介紹過 醫生類每一個封包最短要64個bit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最短要64個bit 的一個最基本的這個道理 就是說我們封包丟出去呢 我要繼續聽有沒有發生collision 那我要聽多久呢 我要聽一個來回的時間 這個來回的時間是51.2 microsecond 那在這個時間 我用10Mbps的速度去送 我至少要送512個bit 所以我的封包的長度 最少要512bit 要不然你會在51.2 microsecond 就把它送完 這是不對的 所以變成說我們會設計成說 每一個醫生類的封包 我們就從這裡 從Disnating開始 到這尾巴 這樣子 它至少要64個bit 64個bit就是512bit 這個是相等的 所以這個道理是這樣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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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一下